小胖子想知道水沸腾时会有什么特点 于是就动手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烧杯放在铁架台上加热 之后开始观察水中的现象 并用温度计和描表 记录水温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烧杯里的水一开始没啥动静 不过温度慢慢升高 过了一会儿水里出现了一些气泡 这些气泡一开始比较大 上升的时候却越变越响 这个时候水还没有沸腾 水温持续上升 到目前为止 图像中温度是随着时间不断增加的 又过了一会儿气泡突然多了许多 不停的冒出来 底部的气泡还比较小 在上升的过程中气泡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水就已经沸腾了 观察一下温度 发现它不再上升了 嗯水在沸腾时 原来温度保质不变 这个温度就叫做沸点了 不过这个时候 酒精灯依然在加热 如果把它拿走 水的沸腾也就停止了 所以呢水在沸腾时需要持续吸热 其实不仅仅是水 所有的液体沸腾时都有这个特点 总结一下就是 加热液体时 在沸腾之前 液体的温度不断上升 沸腾时液体持续吸热 而温度保持不变 你学会了吗 呵呵